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下李英迪这个事件的后续情况 现在呢 据这个知情人透露 李英迪二还是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去琢磨的 他这个案件呢 发的也比较蹊跷 但是从官方的通报来看呢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李英迪作为他那样一个人犯了那样的事情 我认为他是得以双心 根本就是中共对他污名化 是想拿他的这个事件呢 掩盖国内的那些丑闻吧 紧接着没过几天呢 又出现了彭帅跟张高丽的这个桃色事件 那把这个张高丽跟这个李英迪比一下啊 那是差得太远了 同样是对待这个年轻女性 李英迪呢 不空谈哲学 不空谈历史 然后是办完事呢 就造价付款 这个没有半点拖欠 比那个张高丽啊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按照彭帅的这个描述呢 张高丽就没有给他付一分钱 那么你想想 你张高丽有啥魅力吗 假如说把你那个官位除去以后 你比人家彭帅大四十岁啊 另外彭帅也是在这个体育界算是长得很不错的人了 也算是功成名就呢 凭啥陪你这老头呢 所以张高丽落的现在这个下场呢 让我说也是咎由自取 你连你的一个情人都摆不平 你还空谈什么案情呢 你空谈无了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在中国发生的那些事啊 确实是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不谈张高丽的那个政治八卦 因为他那个事件啊 还有很多值得深挖的东西 据说呢 张高丽事件呢 摆脱不了这种政治的阴谋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谈李云迪的这个最新的情况 李云迪这件事呢 现在有知情人透露出的这个细节呢 是跟官方通报呢 有很大的出入的 就是说这两年呢 由于这个疫情的影响啊 在北京呢 聚集了很多这个三四线的演员 这些人呢 也没有细攀 但是还得生计嘛 还得维持这个社交圈 就是很多女孩呢 就通过那个约炮软件来赚一些外快 可以说这些人啊 他不是这个职业妓女 官方所说的李云迪的嫖娼对象呢 他实际是这类女性 不是那个我们老百姓认为的这个妓女 那么据说呢 这个女孩呢 是一个异校毕业的三四线小演员 这个人呢 长得也还不错 然后服务的呢 也比较好 就是把这个李云迪呢 搞得也比较爽 完了以后呢 李云迪通过支付宝呢 就给这个女孩呢 爽快的付了一万块钱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 设事不称 非常幼稚 他就把她这个秘密啊 就告诉了她的闺蜜 那么你想 这个秘密一旦有第二个人知道她还是秘密 很快这个事情呢 就在他们这个半个圈里头啊 就传遍了 这个女孩我觉得也真是没脑子 你好不容易拍上这样一个好客户嘛 你最起码要保密嘛 不能给别人说嘛 她可能是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吧 就告诉了她的闺蜜 没想到他们这个圈里头呢 有这个共青团安排的内线 就有人把这个事情呢 报告给了组织 然后该组织 这里头指的这个组织呢 可能就是共青团 找这个吕云迪谈话 就是指出吕云迪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吕云迪呢 是为了稀释宁人呢 就给这个共青团呀 付了十万块钱 这种事啊 我觉得外部人呢 可能不能理解 那要是国内生活的这个企业家呀 或者是名人呀 都能理解这个事情 有的组织 有的行业来给你找茬 最后呢 你出一笔赞助费 就把这个事情呢 给你抹过去了 我想很多办企业的人啊 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那么吕云迪 因为他是个人问题呢 人家抓着这个 就让他交了十万块钱 可以说敲诈了吕云迪十万块钱嘛 那你想吕云迪他会舒服吗 他心里不舒服 这个吕云迪的案件呢 实际他还有一个暗中案 但是在官方的通报里头呢 大家是看不出来了 官方的通报里头呢 就是说呢 公安机关呢 通过这个支付宝呢 查到了这个吕云迪的交易 把吕云迪呢 给这个抓破了 就是这样说的 实际情况呢 就是在此同时呢 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实际并不是管吕云迪这个骗区的 通过大数据呢 获知了吕云迪的这个交易嘛 也想趁机呢 敲李云迪一把 大家想嘛 现在财政多么紧张 公安局也缺钱呀 在疫情的控制下 这个公安局以前都靠这个罚款呀 黄赌都赚钱 在疫情这么严控的风空下 这些行为都少了 我想派出所呢 也是缺经费 就主动出去找案子 没有案子呢 要创造案子 那李云迪这个情况就属于这样子 他通过大数据一看 这一个是混迹君臣的三思县女艺人 那头的李云迪呢 是一个名人 那么就想在这个上院呢 深挖一下 那么他们就传唤了李云迪 给李云迪说呢 你这个属于严重的嫖娼行为 这个要坐牢了 你要交三十万块钱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抹过去 但是李云迪年轻气势 甚至他以前在中共的这个社会圈里头 被人宠着惯着 不了解底下人怎么办事的 他呢 就采取这个强硬的态度 他说一事不能二罚 我既然已经被团委处罚过了 我不能给你交这三十万块钱 所以呢 就在这起了争执 那这里头可能还有一些细节 这个案件呢 就被这个有关部门给发现了 当时呢 国内的这个舆论环境非常不好 中共出了很多丑事 这时候呢 需要演艺界的一个大事情呢 来掩盖这些新闻 把这个舆论导向给他带一带 刚好就是有李云迪这个案件 所以李云迪那个事情呢 就被捅了出来 而且是几个官媒同时齐发 对不对 你想想 那个奇怪不奇怪 那就是中共啊 找到了这样一个点 然后商量好了一套舆论策略 然后马上就发出来了 就是搞的这个李云迪啊 根本没有预想到会有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后来李云迪的那些遭遇 大家都看到了嘛 这个云远家协会也把他除名了 好多这个单位呢 也跟他解约了 人呢 也搞得灰头土脸 以上这些呢 都是据说是这个知情人的人呢 透露出来的 那么我从知情人讲的这些情节呢 我推断了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呢 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你作为李云迪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人啊 他不可能随便去嫖娼的 他都估计一个脸面呀 就跟我以前啊 有个朋友 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播音员 电视上天天露面 实际他也想干这一类事情 每次我们要出去搞活动的时候呢 他就不敢去 他就没说了 他说呀 我这个脸啊 出去这样玩了 万一被别人给那个发现了 那多难看的 所以呢 他不是不干 他是要挑着弄 弄那些比较可靠的 那么你想想李云迪那个知名度更大了呀 他取得今天这个成绩也是不容易的 他应该有一种天然的自我保护意识 所以他去找那些暗唱 我也认为可能性比较小 他可能是通过这种软件啊 通过这种圈子里头的交流呢 找到了那个三四线的小艺人 然后两个人呢 一跃感觉还是不错的 所以李云迪也很畅快的付了那一万块钱 那么我们再从李云迪被这个派出所长 敲债这个情节来看呢 就是李云迪呢 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他是没有经验的 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啊 跟李云迪实际也没有仇 对不对 他把李云迪传唤过来呢 也就是想搞点钱嘛 那么李云迪你觉得三十万高了 那多少钱合适呢 那你这个可以讨价还价嘛 这个可以商量嘛 三十万不行十万行不行 十万不行十五万行不行 那么把这个钱先付了 把你这个难关过去再说嘛 那么这个李云迪呢 年轻气势 不了解这个行规 所以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 这可以说呀 筑成了终身大错 那么从现在 他在国内的情况来看啊 他要再翻身呀 那在短期内呢 是非常难的 所以李云迪事件的后续情况呢 我今天呢 拿出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可能也有 我很多没有想到的地方 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 可以积极留言 从李云迪这个事件呢 我们还能看出一个情况啊 就是在中国呀 这种高密文化盛行 你像这个共青团 你还搞那么多奸细 到处刺探这些情况 你这是一种什么做法呢 就可以说是文革那种 相互监督 相互揭发的风气呢 又承杂泛起 那么以后呀 人与人之间啊 更没有信任了 再说从这个派出所所长 能盯着李云迪来看呢 就是中共的这种大数据呀 给这些有关机关呀 用此来敲诞老百姓啊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那这个事情是李云迪不服 把这个事情给捅出来了 那么又有多少人有胆量 像李云迪这样子不服气呢 对不对 是不是都默默的认罚了 谁从这样能看出 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 已经差到了极点 甚至已经超过了那个 欧外描述的那个 1984那种情况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